白货商圈连锁名店纷纷进驻 还有艺文特区 在机场捷运加持下 不少双北年轻手购族选在桃园买房 不仅让桃园成为最年轻的城市 偏爱新城屋的比例 更畏惧全台之冠 三笔交易中最有一间是新屋 第二三名分别为苗栗县和杂益县 就是要准备的头期款比较少 然后跟就是想住新的房子 不想住旧的 你住进去之前要考量的比较多 就是可能管路那些都要整理过 使用的话我觉得中古可能会比较划算 对 使用面积的问题 的确毕竟新房真的太贵了 北市房价持续创新高 过去十二行政区中 唯独文山万华区单价还没破百 近期也加入百万俱乐部 出现突破一百二十万元 交易天价 央行寄出打炒房政策 引起市场一片哗然 不少人认为接下来房市交易可能激动 不过专家认为 端期内要崩不太容易 10月的一个二手屋市场的代售的存量 是2017年3月以来的新地 目前市场上出现了一个降价物件变多的状况 大概都只是一个屋主把本来想卖高价的 配合市况去做一个调整 房价还没有明显的一个下跌的一个迹象 代售存量不升反降 房价依旧直直升 也难怪央行被批评 大方政策只是打乱市场 根本政策失灵 东森财经新闻 吴佑书超线 泰报道 使用住宅 隐蔽 哭 小洁 是